第160章 赵大嘴娶媳妇 做白日梦 人家闺女嫁不出去吗 甭在这耽搁了 你俩都去 再晚了新娘子就接不回来了 二人无法 只好一起都去了 接新娘子用的是牛车 上边挂了红布 倒也喜庆 一群男娃们热闹得涌出村子 边走还边喊 说等新娘子接回来 老远就放鞭炮提醒 新郎听了要出村街子才好 这娶亲的热闹 菊花也是想瞧瞧的 她还没瞧过嘞 杨氏见她想去瞧热闹 忙给她出主意 你去赵三叔家带着 逗小宝宝玩一会儿 等新娘进门的时候 不用挤人堆里 在她家就能瞧见 菊花点点头 吃过午饭后 便也学着梅子他们 揣了只鞋底子 腰上留小妹 一起来到赵三家 赵三家住在赵大嘴家隔壁 专等新娘子进门 小石头的妹妹长得越发粉呢 那小脸肥嘟嘟 软绵绵的 菊花爱得不行 抱着小娃娃不撒手 逗得她不停地笑 石头念了书 亲自帮妹妹取了名 叫赵青 她想着青南村靠着小青山 挨着小青河 虽然斜发不一样 却都有一个亲子 因此取了这个名 她也是怕爹娘胡乱给妹妹取名字 因此抢先取了一个 她爹自己叫赵三 帮她取的小名叫石头 要是帮妹妹取 肯定也没好词 菊花听她唧唧喳喳的 跟自己解释 一面心里好笑 一面宽塌 这名取得好 见儿子听了菊花的夸奖 得意洋洋的样子 石头娘白了她眼睹 救你能耐 有菊花抱着闺女 她连忙快手的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这才过来跟她们说话 往常她可都是将闺女 绑在背上干活的 菊花问道 甚至今儿赵家客人多吗 石头娘道 也不是很多 咱赵家呀 亲戚本来就不多 剩下的都是村里人 总共有时来捉吧 刘晓妹笑道 我瞧外边闹哄哄的 还以为有十几桌客人嘞 石头娘接过小赵青 哄睡了后 三人边坐针线边说话 等新娘子来了好瞧热闹 石头娘笑问道 你俩晚上去吃酒席吗 菊花忙道 不嘞 我哥不是在那吗 也没拿多少钱 还去两人吃酒席 不好意思嘞 刘晓妹笑道 你可是帮忙的 帮忙的自然要管一顿饭的 吃酒席呀 是另外的 不过我也是不会去的 那么多人 吃饭也不自在嘞 菊花点点头 她就是这么想的 石头娘笑道 我呀 就猜你俩不会吃酒席 所以我就想 晚上你俩就在我家吃 我也不费事 烧旁的菜 嗯 就用烟菜煮巷子豆腐 吃个自在 省得去吃酒席呀 还有跟人挤 菊花摇头道 省子还是去吃酒席吧 省得煮饭 我们瞧了新娘子 就要回去了 我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嘞 刘小妹也说 她家住得近 不在这吃 反倒叫菊花上她家去吃饭 菊花失笑道 彭再说了 又不是客 还要你们留个不停 石头 我好像听见炮上响了 你去瞧瞧 是不是新娘子来了 小石头忙飞奔出去 过了一会儿又飞奔回来 高声叫道 来了来了 新娘子来了嘞 三人果然听见 鞭炮锣骨远远的传来 便急忙收了针线 往外边院子里来 到院子里还没站稳 就见李金香 梅子 小燕小秀 小翠的一群女娃子 涌了进来 原来 他们也是想瞧热闹的 又不好意思在外边跟人挤 因此来到这旁边的院子里 隔着院墙桥 好歹这院墙还能遮挡一些 也省得被人说闲话 大家嘻嘻哈哈地 选好了位置 站的角度 正好能清楚地 瞧见赵大嘴家的院子 带一大群人 好好当当地 簇拥着那披红挂彩的牛车过来后 这边等着桥热闹的人 也轰得炸开了 一时间 欢笑声和吵闹声不觉入耳 其实这婚礼几乎是简陋和含酸的 一应迎亲和陪嫁的东西都十分的简单朴实 没有什么虚化的东西 但这婚礼又是热闹和隆重的 全村的人都喜气扬扬 满脸带笑地迎接新娘进村 赵大嘴穿着大红的喜服 黑红的脸上泛起灿烂的笑容 望着停在自己面前的牛车 搓着手掌黑黑傻笑着 他那憨憨的样子 惹得周围的人哄笑起来 纷纷嚷着 让他赶紧掺了新娘子下车 李庚田的媳妇方氏 和女方的一位媳妇充当喜羊的人 他俩一起上前把新娘子给扶了下来 新娘子也是一身大红喜服 蒙着红盖头 食量很高 被扶出来后 有些局促地站在那 两手搅在一起 他虽然看不见 似乎也能感受到四周看热闹人的目光 因此很紧张 女方的那个喜羊 是一新郎背起新娘 新娘子是要背进门的 照大嘴急忙上前 望着跟自己差不多高的新娘子 傻笑两声 比划了一下 转个身 在新娘子面前蹲了个马步 等着新娘子趴到自己的背上 可是等了半天 啥动静也没有 他回过头 诧异地低下头歪过脑袋 从新娘的红盖头下往上瞧 一边问道 咋了 腿坐车坐麻了 四周的人本来还忍着 看他俩要如何动作 这伙实在是忍不住了 哈哈大笑起来 菊花见他这样 也不觉玩耳 梅子和李金香 更是笑得捂着嘴 外边可是有好多人嘞 他们也不敢放肆 菊花觉得自己个子有点矮 脖子撑着有些难受 便使劲地 扒着梅子的肩膀往外瞧 就你李长新大叫道 怕是麻了嘞 大嘴呀 你好没眼色 这么多人在这瞧着 你还问人家 人家今儿可是新娘子嘞 咋好当着这么多人 回你的话 你还不抱他进去 回头呀 该摔着了 赵大嘴听了信以为真 弯下腰伸出胳膊 一手搂着新娘的背脊 一手放在新娘的腿弯 就要抱他进去 那新娘子急了 听着憨人 紧听人说 又羞 又气 便伸手推开他 不让他抱 并搬过他的身子 把他的肩膀往下压 示意他蹲下 旁边人看了 笑得直跺脚 刘二顺笑对李长新道 哎哟 瞧新娘子急的 兄子 你秃嘴巴快活 看大嘴媳妇往后不整你 求你好受的 李长新笑眯眯的说道 嘿 这样才热闹嘛 菜说 报警就有啥不好 敢面我娶媳妇的时候 就报警们 赵大嘴见新娘不让自己抱 要自己背 这才笑得李长新在捉弄自己 他也不生气 黑黑笑着蹲下 但新娘爬到背上 才背着他站起身 还用手 拖着他的腿弯 往上松了走 惹得众人又是一阵笑 他本来是转身就走的 走了两步 好像又想起啥来 回头对着赵三院子里的一帮女娃喊道 哎 你们都过来呀 到房里来陪陪桂枝 他刚来也没个说话的人 你们来喷 后边的话被新娘子给捂住了嘴巴 说不出来了 这下把里里外外看热闹的人都给得乐了 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 梅子跟菊花也是笑得抱着一团 他觉得赵大嘴实在是抖 在人前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媳妇的关心和爱护 可是今儿是人家刚进门的第一天 这么多人瞧着 他也不懂得含蓄一点 还没拜堂类就这样起来 这个桂枝还真有眼点 只见一面就相中了他憨实的性子 这个夫婿算是找对了 可是赵大嘴既然这么说了 大伙当然要给新娘子面子 过去跟他说说话了 于是一群女娃就从院家后面出来 绕到赵大嘴家的院子里 这一群人立马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连那送亲的人也盯着看个不停 因菊花蒙着面巾 在这群人中实在是异类 格外的打眼 那些人好奇的打量着他 有人还问旁边青南村的人 为啥这个女娃不露脸 刘三顺正好就站在附近 他不高兴的接到 人家高兴不成吗 那送亲的人就有些生气 送亲的人可是尊客 问一句话就被冲了一顿 他当然不高兴了 因新娘子是老陈的外甥女 那送亲的人中间就有人知道 郑家有一个丑女的事 忙扯了扯她 不让她再说 又低声跟她说了缘故 那人方才闭嘴 他们这边窃窃私语 又使得小胖子不爽了 不过今儿是大喜的日子 总不能把送亲的人给得罪了 因此很生气的瞪了他们一眼 他便转头去瞧人群中的菊花 又不由自主的去看不远处张淮的神情 果然就见张淮盯着菊花 那心里便酸溜溜的难受起来 于是等新娘新郎拜王堂之后 村长李庚田高喊 开席了 刘三顺便挤过去对张淮道 你咋还不去帮忙端菜了 他见张淮看着菊花微微含笑 也不知在想啥好事 看不过眼便叫醒了他 叫他想不成 张淮正望着菊花心想 啥时候自己也背着他进门拜堂嘞 他不由的幻想自己跟菊花拜堂时的情景来 不料小胖子又盯上他了 他气道 你不也没去 结果话音一落 就听赵三大声的叫道 我孩子三岁长期你们都过来 上菜开席了 两人只好都去厨房端菜